结婚前夕 女朋友的父母忽然找上门 甩了一张银行卡后 要求我离开他们的女儿 我拿了五百万 跟苏醉提出了分手 一年后 我们阴差阳错地再次相遇 他把一张卡扔在我脸上 一脸戏嘘地说我 你不是喜欢钱吗 拿着这些钱 以后做我的狗 看到苏醉的那一瞬间 一阵寒意顿时从我背后升起 让我整个人都将在了原地 偏偏他依旧漫步惊心地朝着我走来 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的哒哒声 几乎已经和我的心跳声 重叠在了一起 他走得越近 我脸上惊恐的表情就越善 苏醉倾笑出声 伸手掐住了我的下巴 迫使我抬头 拇指出在我颤抖的唇半上 怎么 看到我就这么不开心吗 苏醉 我就说之前看到的背影 怎么这么熟悉 但却一直没想起来 苏醉慢慢收紧手指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实在没想到 还真的是你 林兴航 这里可是会员制的健身房 不打算和我解释解释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 等了许久都不见我回答 苏醉抬了太眼尾 只看见我脸色惨白的呆棱在原地 无趣 他晃了晃我的脸 然后轻轻甩开 转过身的时候落下一句 我会告诉经理 不要随便什么人都放进来 也就是这句话刺激到了我 我身形一颤 冲上前捏紧了苏醉的手臂 沉声问他 为什么 为什么非要这样针对我 不难听出我话语间压抑着的愤怒 可苏醉也只是稍稍侧头 视线从上至下地打量了我一圈 他嘴角若有肆无地笑着 在任何人看来都勾人无比的表情 却让我深深觉得心底发凉 针对 你还不值得我去针对 那为什么 因为 看你狼狈不堪的样子实在太有趣了 他挑着没回道 不是吗 苏醉 如果是因为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 没必要 苏醉冷声打断了我的话 我说过 如果再让我见到你 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现在我还给你留了面子 让你自行离开 你还不满意 我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苏醉冷笑一声 扶开我的手 拍了拍被抓皱的衣袖 脚步微动又准备离开 却没想到又被我拦了下来 求求你 苏醉 我需要这份工作 你有困难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帮你 你想要的 只要我能给 我都可以给你 我合了合眼 紧咬着牙关说出了这句话 也正是这种半决然半示弱的 矛盾感稍稍勾起了苏醉的玩味心 他终于舍得回头正眼看着我 顺着我的话问道 都可以给我 说具体一点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什么都可以 苏醉呢喃着我的话 抬起食指 用力地戳在我的喉结处 然后一路下滑至我的锁骨 比如 搬我的狗 我太需要钱了 如果被这家健身房开除 除了出卖自己 我根本没办法短期内 凑到所需要的金额 我看得出 他眼里浓浓的羞辱意味 但还是低下头 幅度轻微地点了点 哈 林星航 你之前的骨气都去哪里了 想对我头怀送抱的男人这么多 你凭什么觉得 我还能看上你 与以往一般事不关己的口吻不同 此时的苏醉毫不掩饰自己眼里的讥讽 他看向我的眼神 也的确如他所说 不掺杂任何的感情 也不再觉得我有别于其他人 就像是在看一个随处可见的廉价玩具 而我也就是在这一刻 切切实实明确了自己的立场 我以前从没有体验过书中 所说的如坠冰窟是什么感觉 然而这份因我的自视甚高 而导致的羞愧 顿时让我脑子里 生出几秒钟的空白 在反应过来后 我只恨不得立马转身逃离原地 为了钱 你现在连脸都不要了 苏醉也不是没有发现我 脸上的困窘和情绪上的波动 但他对我的羞辱依旧未停 就好像在陈述些不痛不痒的事实 我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 我深吸一口气 哪怕是闭着眼睛 我都能感受到苏醉落在我身上 那直勾勾的视线 那说来听听 但要是你想演苦情戏的话 就不必了 苏醉还是第一次在我脸上 看到这种痛苦的神色 眼神微眯 内心忽然有种 蠢蠢欲动的快感浮现 没有等来回答 他也不意外 毕竟他从小就生活在上层圈子里 接触过的人不少 像我这样的说辞 他早就听命了 无非就是想要拼命地往上爬 为了悬在上空的名语力 就算带上项圈做狗也没关系 只是令他不爽的点 在于之前他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没有想过要给予我帮助 只是那时的我爱于面子和尊严 向他越推越远罢了 别露出这种 让人看了就反胃的表情 又不是我强迫你 非要这么做的 不是吗 也是这时候 我发现苏醉看向 我的目光逐渐变得有些意味深长 像是在评判什么 虽然我不想看清自己 但那他看着我的眼神像极了 购买商品前进行的最斟酌 不过看在你身为我前男友的份上 也不是不能再给你一次机会 毕竟我还真想看看 你能怎么讨好我 苏醉略带深意的连起眸子 右手俯上我的耳垂 将那块肉夹在指尖轻轻拨动着 如果今天你表现得好 我可以考虑你的请求 是纯粹把我当成一个玩物的说法 我漠然咽下了这份直白的羞辱 本想装作洒脱毫不在意 可还是不免被他的话所刺痛 这份情感同样也反映到了苏醉的脸上 但比起我的颓然 他反倒显得兴致勃勃 往前几步将我推到楼梯间里 我一边躲避着他的视线 一边强迫着自己不能退缩 看来这两年时间 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林星航 苏醉 虽然我没什么立场 但 但至少先离开这里 我推具着苏醉的怀抱 怎么 你担心会有人过来 他的尾音扬起 只见用力扔在了我的唇上 现在你倒是要脸了 真是可笑 林星航 麻烦你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 你觉得现在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踢条件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苏醉说的对 不管是现在的我 还是曾经的我 在他面前 我永远没有资格踢条件 然而也许是我脸上的抗拒神色太过明显 让苏醉也有了些脑溢 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后 也确实停下了动作 看来你还是没有想明白 既然这样 不 我可以的 眼看着苏醉要离开 我连忙将他一把拉了回来 在他不解的眼神中 我一点点脱下了身上那件 单薄的外套 最后 苏醉还是什么都没做 只是淡淡地盯着我看了许久 然后开口放我离开了 苏醉 你还真是个烂人 你说对了 也怪你自己运气不好 被我这个烂人抓住了把柄 苏醉理了李衣服 脱着慵懒的调子低声回道 而且 我再提醒你一次 我一开始也没打算怎么样 不是你尚赶着求我的吗 我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凌晨一点了 这一天下来 光是遇到苏醉后 紧绷着的心情 就让我整个人疲惫不堪 直直地瘫倒在床上的时候 我连动都不想再动一下 闭上了眼睛 脑子里却不断地 回忆起当初 刚认识苏醉时的画面 又或者是 和他在一起后的那些情节 一幕一幕地闪过 那些熟悉的情节 让我有些 恍惚一切似乎都还在昨天 刚认识苏醉的时候 还是在我大二那一年 因为他是比我小一级的学妹 所以理所当然地 在开学那天 身为学生会议员的我 被安排接待了他 那时候的苏醉 还是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 她被家里人保护得很好 身上那骨子纯粹的善良盒 单纯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在后来的接触中 我也一点点地了解到 真实的他并被他所吸引 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会抢在我对他表白之前 抢先一步向我表明心计 之后就跟所有的情侣一样 大学的几年里 我们一直都问爱有价 甚至在我大四那年 为了毕业后 能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拼了命地去努力赚钱 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就在我满心欢喜地 揣着攒钱买下的钻戒回家 想要跟苏醉求婚那天 回到家推开门 看到的却是一对陌生的夫妻 坐在客厅里 他们自称是苏醉的父母 一上来就对着我租家的房子 指点了一番 话语里满是嫌弃 说完又掏出一张银行卡 推到我的面前 用着高高在上的神情和语气说道 你也看到了 就你这条件 根本配不上我们家阿醉 你们小孩子玩玩而已 我不介意 也很感谢你这几年来 对阿醉的照顾 但我们不可能同意你们结婚的 孩子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是你哪怕 努力一辈子也高攀不起的 不要妄想着什么 飞上枝头变凤凰 麻雀终究只能是麻雀 还有 我们不希望阿醉因为你的事情 和我们做父母的离心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怎么做的 对吗 那一字一句 犹如刀子狠狠戳在了我的心上 哪怕我想要反驳 说我可以努力给苏罪一个未来 说我肯定不会让他陪着我吃苦 可在他们无声的轻蔑中 我还是低下了头 当初获苏罪的分手 闹得实在是难堪 为了做到他父母的要求 我不得不找来了几个朋友 陪着我演艺术戏 当着他的面将他扁得一文不值 奚落他除了有几个臭钱之外 一无是处 还当着他的面牵着笑话离开了 我不知道那天的他是怀着 怎样喜悦的心情来赴约的 我只知道在我离开前 转头看向他的那眼 看到的只有一片死寂的沉默 分手后我也不是没有 偷偷打听过他的消息 但听说那天他就连夜出了国 将我们共同好友的联系方式 也删了个遍 直到今天再见到苏罪 他变化实在太大了 不仅再也没有了 当初那种朝气和活泼 就连气质也有些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阴亡 所以他恨我是应该的 毕竟我对他的伤害 是不可逆转的 我自嘲地笑了笑 但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哪怕明知道苏罪会因此而羞辱我 是我活该 我也认了 就在我迷迷糊糊地想着 事情快要睡着的时候 一串没有备注的号码 忽然打进了我的手机里 我愣了愣 有种预感手机那头的人 是苏罪 果不其然 电话刚一接通 我就听到了苏罪略带罪意的声音 林兴航 现在 立刻 马上 给我滚过来 你喝醉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如果不是喝醉了 又怎么可能会用着 如此熟人的语气叫我 嗯 我现在非常的不开心 你赶紧滚过来 要是十分钟之内 我没有看到你出现 你就完蛋了 苏罪软软地威胁道 然后不知道 那边有谁和他说了句什么 他含糊地应了两句后 急匆匆地挂了电话 根据我的了解 苏罪是个很常情的人 同一样东西 习惯了不会轻易改变 所以他若是要去酒吧 也只会去他以前常去的那家 有了猜测 我也顾不上 现在已经凌晨四点多 穿上外套 就冲下楼打车 去了记忆中那家酒吧 刚一进门 我就看到了对 七八个人围在中间的苏罪 在面对几个大男人的围堵时 看起来无措极了 见状我快步上前 一把将他们二人等在身后 冷冷地瞪着为首的男人 兄弟 大厅广众下带着人欺负两女生 不太好吧 哪里来的小白脸多管闲事 你也看上他们了 那五大三粗的男人眉毛一横 失笑道 哥哥我也不是不讲道理 要不你就跟在后头排个队 说不定等哥们几个玩完了 你还能剪个漏什么的 看来道理是讲不通了 我同样是冷哼一声 也不再废话 撸起袖子直接 就冲着那男人脸上来了一拳 趁着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又抄起一旁的椅子 往地上狠狠一砸 举着断开的棍子 就朝剩下几人身上招呼 这一年来的健身教练并没有白当 虽然我身上并没有练出一身健子肉 但该有的力量也绝对不会差 何况我先发制人 就直接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等到他们反应过来 想要还手的时候 我已经带着人跑路了 我背上背着酥醉 根据周倩的指挥 一路七拐八拐的 终于是从后面离开了酒吧 一路的颠簸 加上室外冷风一吹 原本醉得迷迷糊糊的苏醉 也有了三四分清醒 挣扎着就要从我背上下来 你放开我 我才不要你背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混蛋 渣男 谁允许你碰我了 他一边骂着 一边用力在我肩膀上咬了一口 我倒抽一口凉气 倒也没有再大的反应了 而是对着周倩说道 今天麻烦你照顾苏醉了 我送你们回去吧 别 可别 这祖宗发起酒疯来 我可管不了一点 你还是带他回家吧 反正他刚才就一直 嚷嚷着要见你 我和周倩其实并不陌生 当初我和苏醉刚在一起的时候 身为发小的他 没少看我不顺眼 为此苏醉没少在我俩中间 当端水大师 只是慢慢的 他也习惯了我 和周倩每一次见面都会斗嘴 如今同样是因为苏醉 再次见到周倩的时候 我还有些尴尬 当初我和苏醉分手 这女人可是花钱在学校各个 角落里散播我是个渣男的故事 甚至还联合新闻部的同学一起 写了封稿子寄到电视台 要说苏醉是最恨我的那个人 那么排在第二的就一定是周倩 我想要不是我背上还有个苏醉 指不定他现在都要手撕了我 我警告你啊 别以为我原谅你了 要不是阿醉死活赖着你 我才不可能让你来见他 要是被我知道你还敢欺负阿醉 我的手段可就不是以前那种小打小闹了 我会让你知道 得罪一个有钱人的下场到底有多惨 周倩冷着脸放下几句狠话 威胁了我一顿后 才联系了司机来接他回家 目送着车子走远 我才慢悠悠地背着苏醉 上了一旁的出租车 其实喝醉酒的苏醉 并没有周倩说的那样 会发发酒疯 相反的 他一向只会安静地躺着 我将他轻轻放在了床上 打了一盆温水 给他擦了擦脸 正要起身的时候 却被他一把抓住了手腕 别走 软弱的阴影声让我身体一僵 回头看去 却发现苏醉人是闭着眼睛的 苏醉 我去倒个水 谁料苏醉听了我的话后 抓得更紧了 不要 我一松手你就跑了 这充满孩子气的语气 让我仿佛回到了热恋时期 鼻子一酸 声音也不自觉地放揉了许多 不会的 这里是我家 我哪里去不会去的 你先松手好不好 如果你现在不喝醒酒茶的话 明天起来会难受的 那你抱着我去 苏醉颇有些无赖地 顺着我的手臂往我身上攀 为了不让他摔跤 我只好依着他的动作 将他抱进怀里 不得不说这种场景 像结了我们刚在一起时 无时无刻不想着年对方 去哪里都要跟着 但很可惜 我知道一旦苏醉酒醒之后 我们之间的关系 又会将回到冰点 或者更差一些 他会恨不得扒了我的皮 一想到这样的画面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摇摇头抱紧了怀里的苏醉 走到了厨房 可由于我的注意力 都在想着天亮后 要怎么获苏醉解释 他会出现在我家里 并没有看到怀里人 那微微勾起的唇角 正如我所想 苏醉在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我踹下了床 林星航 谁允许你碰我的 苏醉沉着一张脸 冷冷地质问道 昨晚你喝醉了 我不知道你家在哪 所以才把你带回我家的 我解释道 我家只有一张床 我总不能睡地上吧 哼 谁知道你暗的什么心 苏醉说着就要从床上下来 结果刚一踏上地面 突然倒吸了一口凉气 瞬间捂着肚子倒了回去 是又胃痛了吗 我看了眼 已经痛出冷汗的苏醉 皱了皱眉 连忙跑到客厅里 翻出几盒胃药 又在厨房倒了一杯温水 递到他面前 每次你喝完酒 第二天都会胃疼 以前不是说好了要戒酒的吗 现在怎么又喝上了 也许是这些举动 太过细以为常 以至于我忘了 我们两个已经分手的事实 下意识地就念叨了起来 可话音刚落 我就反应过来不对劲了 苏醉安静地吃完了 我递过去的药 同样一眼不发 就在我尴尬地 想要扯开话题 打破这份沉寂之时 他才抬眸看着我 说道 你现在又是用什么身份 来质问我 别忘了林兴航 我已经不是你的女朋友了 你擅自把我带回家也就算了 还要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吗 虽然早有预料到 他会是这样的反应 但我的心难免还是失落了一瞬 是我愉悦了 抱歉 我低下头闷闷地道了歉 你以为一句道歉就完事了 酥醉不懈地撇了撇嘴 但由于胃痛 整个人蜷缩在床上的样子 让这句威胁没有丝毫的震慑力 我知道你讨厌我恨我 但现在你胃疼 还是好好躺着休息吧 等你好了 再收拾我也不迟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还是扯过一旁的被子替他盖好 我去给你熬点粥 你吃完了再回家吧 酥醉到底没有留下来吃完 我特地给他熬的粥 只是在离开前 他意味深长地留下了一句话 不要以为我给你点好脸色 你就能蹬鼻子上脸 记住 是你要求留在我身边 做一条随叫随到的狗的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魔证了 怎么会觉得酥醉喝醉后 给我打电话 是想要找借口和我附和 这根本就不是他的性格 按照他以往的行为 想要报复一个人 只会让那个人 在看到希望后 反复地坠落深渊 没错 酥醉的本性 就是这么恶劣的个人 我独自吃完了半锅粥 眼看着上班时间就快要到了 这才赶紧收拾了一下 匆匆出门 怀着忐忑的心情 一整个上午 我几乎都在走神 心里一直在担心 酥醉会不会真的找到精力 要辞退我 教练 你看我这个动作 到底对不对啊 还是一旁的学员 再三地呼唤起声 才将我的注意力 重新拉回来 我看了一眼 面前正在进行 机械训练的女人 连忙到 姿势是正确的 但是发力点不对 应该这么做 亲自上手调整了一番 我刚要回头给器材加码 却忽然瞥见 门外站着的身影 教练 女人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你先照这个重量 练习半小时 我去一趟洗手间 说完 我匆匆地出了门 果然在走廊里 碰到了满脸继笑着 看我的苏醉和周倩 某人厌福不浅吗 看来舍不得 丢掉这份工作的原因 是因为舍不得 这些漂亮的小姐姐啊 苏醉一开口 还是熟悉的阴阳怪气 也是 这个会所是VIP制度的 能来这里的人身份都不低 能巴结上一个 你的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阿醉 周倩有些欲言又止的 拉了拉苏醉的衣角 又看了看我 我说的不对吗 她当初丢下我的时候 说的多好听 说是看不起我的那点臭钱 结果现在 还不是眼巴巴地 傍上别的富婆 苏醉的声音不小 又是在过道里说的这些话 顿时隐瞒了不少 想要看热闹的人 从各个房间里探出头来 我脸色一红 着急到 苏小姐对我有什么不满 可以到房间里说 别在这里影响到其他人上课 好在苏醉也不想 在大厅广众下被人当猴看 哼了一声后 率先拉着周倩 就进了一旁的空窖室里 虽然说是要聊聊 但其实从进门后 谁也没有出声 哪怕周倩想要说些什么 缓和气氛 在看到苏醉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 树立气息和脸上冷冰冰的表情后 也泄了心思 干脆走到角落里 独自摆弄几器材来 我愁出了半场 先一步开口 我和那个学员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是我朋友介绍过来的客户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解释这些 也许是冥冥之中 我并不想看到苏醉对我产生那样的误会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苏醉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话虽如此 可我却看到他的脸色缓和了不少 我心中一喜 接着说道 我只是想尽快地挣到钱 把我现在租的房子给买下来 正好房东今年要出国了 所以我和他谈好的价钱优惠了许多 其实我想要尽快把这套房子买下来 还有另一个原因 那就是这间房子 是我和苏醉在一起一年后 一起租下来的 这么多年我没有换过住址 也没有换过门口的密码 就是因为我舍不得这些回忆 没有说出口的意思 我想苏醉应该是听懂吗 你会缺钱 当初和我分手后 你不是又巴结上别的女人 怎么 人家没有给你钱花 如果我和你分手后 我并没有和任何人在一起 你会信我吗 我认真的看着他 苏醉一愣 脸色几经变幻 最后还是嘴硬道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爱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 林青行 别忘了当初是你亲口 把我数落得一无是处的 现在又和我说这些 该不会是想和我说 你当初是有苦衷的 现在又后悔了吧 眼看着场面又要失控 原本还打算当隐心人的周倩 这时候也不得不出面说两句了 啊对 咱们不是说好了不吵架的吗 周倩挡在了我和苏醉中间 一边安抚着自家发小 一边又暗戳戳的给我翻了一个白眼 林青行 这么多年过去 你怎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白下了你长了一张嘴 我还没想明白周倩话里的意思 就听他又对着苏醉说道 说好的要好好聊聊的 怎么一见到林青行 就跟个炮仗似的 一点就着呢 如果不是时机和场合都不对 周倩还真想指着我俩骂一句 这个家没有我还真的散 苏醉大概是被周倩说的有些羞愧 红着脸在他肩上轻轻捶了一下后 才清了清嗓子看向我 多怪他 有了周倩作为中间人调停之后 我和苏醉的谈话终于也能心平气和了下来 根据周倩的说法 原来苏醉这一次回国 并没有直接回苏家 而是直接找上我 可以说 我和他的重逢也是他精心策划的一环 包括昨天晚上的醉酒和留宿 其实也都是苏醉故意为之 我本以为这些年只有我一厢情愿的 在关注着苏醉的消息 没想到其实苏醉也和我一样 在国外的日子里就经常通过周倩偷偷打听我的消息 只是碍于面子问题 他对周倩的说法是为了报复我当年甩了他 然而周倩是谁 见惯了我们当年热恋时有多腻歪 苏醉的这点小心思根本就瞒不住他 所以在有了眼线的情况下 苏醉可谓是对我这两年来的生活了如指掌 你不是已经查到了当年事情的真相吗 虽然我一直不喜欢林星堂这小子 可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我还是认可的 周倩适时地添了一把火 将苏醉推到我身边后给我使了个眼色 只有我和苏醉两人弄在原地大眼瞪小眼 所以你 你 忽然 我们一口同声地开了口 我挠了挠头 你先说吧 你不要以为我是特地来找你复合的 我只是想看看 没了我 你到底过得有多惨 来嘲笑你的爸爸 苏醉嘴硬道 如果不是看到他藏在头发底下的耳间一片通红 我都要信了他这句话 有些想笑 但顾及苏醉的脸皮包 我还是强忍着笑意问道 所以你这些年在国外过得好吗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勾起了苏醉内心的痛楚 只见他眼眶瞬间就红了起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和你分手后我会伤心难过吗 那你也太小看我了 想追我的人多得去了 对不起 当年我只是不想耽误你 我垂下头 看着身上不到一百块钱买来的衣服 又看了看身上光是一个耳环 就顶我一个月工资的酥醉 心中的那阵苦涩再次蔓延上来 两个家事不对等的人 就算是在一起 结果也不会好的 何况我还是一个男人 如果和我在一起 是让你离开自己的舒适圈作为代价 那我又怎么敢和你谈及未来 当年没有敢说出来的心里话 如今再提起 更多的是一种释然 阿对 你父母说得很对 你们这种身份的人 是我哪怕努力一辈子 也高攀不起的 我 可你凭什么觉得 你能代替我的想法 苏醉打断了我的话 你凭什么擅作主张地决定了 我想要什么样的未来 林星航 我们当初在一起那么久 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懂吗 是 你说的没错 如果我们真的要结婚 生活中必然离不开柴米油盐这些琐事 可你又怎么知道 我不能和你一起努力 难道就凭你是男人 我是女人 我就一定得听你的安排吗 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 苏醉连着几个质问 把我问得哑口无言 正如他所说 当初我只考虑了自己 如果不离开 会耽误了他 可我却从来没有问过哪怕一句 他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坚持 我苦笑道 你说的对 是我太过自以为是了 哼 你知道就好 苏醉冷哼一声 如果当初你但凡问我一句 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我父母 可你呢 你什么都没和我商量 还连和其他人给我演了一出好戏 好的很 林兴航 你不是觉得自己配不上我吗 正好 我现在回国了 我爸妈也给我安排了相亲 听说那个对象不错 和我也门当户对 不出意外的话 两个月后我就会和他举行订婚宴 到时候你要是有空 就来喝杯洗酒啊 最后一句话 苏醉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完 想了想 又煞有其事地从包里翻出一张请柬 拍到我的脸上 作为我拿不出手的前男友 刚好来看看 什么叫配得上我的男人 直到苏醉和周倩离开 我还久久回不过神来 满脑子全是那句 两个月后苏醉要和别的男人结婚 一想到苏醉穿着婚纱 挽着别的男人的手臂 笑意奄然地步入婚姻殿堂 我的心没有来的就是一阵抽痛 可我就算再不甘心 也没有理由去不满 毕竟我也只是占了个前男友的身份 不是吗 深夜 本来已经借九多年的我 难得拉上了玩的最好的兄弟一起买醉 我说星航 你少喝点吧 一箱啤酒见底 眼看着我还要再喝 一旁的大壮赶紧拦了下来 没事 我还能喝 其实我的酒量并不好 喝到这个份上 我的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了 可如果不喝酒 我又能做什么呢 哎 我说兄弟 你也别太难过了 不就是错过了喜欢的人吗 人活一辈子 哪个人没有遗憾 看开点 我和苏醉那些恩怨并不是什么秘密 就连我在健身房的工作 也是大壮给我介绍的 他自然也知道这些日子 苏醉回来找我的事情 不过说句实话 当初所有人都看好你们两个 都以为你们毕业后会结婚 成为我们这群人中最早成家的 谁知道 哎 新行 也不是兄弟 我说你 当初你做的的确不地道 一点都不严闷 要换作我是苏醉 我也对你失望 大壮拍了拍我的肩膀 最后实在劝不动我 干脆和我一起喝了起来 你知道当初他爸妈 把卡甩到我脸上的时候 我心里怎么想的吗 我眯着眼睛 恍惚间像是又回到了苏醉父母 找上门的那天 你是没有看到他们看我的眼神 仿佛我是什么垃圾一样 他们说那张卡里有五百万 让我离开苏醉 那瞬间我就在想 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就认定了苏醉 和我在一起会吃苦 我憋着一口气 卯足了镜想要证明自己 可是呢 我苦笑着又灌了一大口酒 眼泪的苦涩和酒精混杂在一起 让我胸口顿时有些闷痛 他们只是给我列举了苏醉 从小到大持穿用度的账单 那一长穿的数字 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将我所有尊严都碾压得一干二净 如果她离开我 她还是高高在上的小公主 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天之骄子 可是如果她跟着我 我能给她的 就只有我那不值钱的爱 大壮 你说我能怎么办 管她呢 如果你真的放不下 那就再去追一次 不论结果怎么样 也是给你们这段感情 正式地画上一个句号了 不是 那天我是怎么回的家 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只是第二天醒过来后 回想起大壮说的那句话 顿时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 是啊 尽管我也知道自己合宿罪不太有可能了 但如果在最后的机会 我不再尝试争取一次的话 我想我这辈子都放不下这件事情 哪怕最后的结局 依旧是看着她和别人结婚 至少我也要把当初的遗憾给弥补了 说做就做 我立即拿起手机 跟老板请了几天假 认认真真的收拾了一番后 又翻出前段时间刚买的新衣服换上 看着镜子里精神焕发的自己 我暗自打气道 人活着就疯这么一次 当年我懦弱了 现在不该再逃避下去了 可想了想 我身边能联系到苏罪的 也只有周倩一人 咬咬牙给她发去一个上千块的红包 又承受了她好一阵阴阳怪气的嘲讽 最后她才答应替我把苏罪约出来 见面的时候 我像是又回到了第一次约会的场景 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摆好 说吧 叫我来是有什么事情 不知道我的时间很宝贵的吗 苏罪刚一坐下就开始抱怨 阿罪 我知道之前的事情是我做错了 我不求你能原谅我 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还故意留了一个心眼 没有明说自己想要重新追悔她的事情 只要你能解气 不论是你想要我做什么 就算是让我给你当狗 我也愿意 我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看着那张熟悉的面旁 下意识地想要抬手去触碰 苏罪皱着眉躲了一下 干什么 说话就说话 别动手动脚的 抱歉 我连忙把手放下 尴尬地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 又酸又苦的味道在我舌尖上炸开 我的表情瞬间扭曲了一下 苏罪却忽然笑出了声 我喝过的咖啡就这么好喝 原来刚才一紧张 咖啡的味道 但偏偏苏罪每天都会来上一杯 以前刚在一起的时候 她总喜欢把我和她的杯子 给调换过来 看我喝到咖啡时扭曲的表情 那时候的她 在恶作剧得逞后 同样是笑得这么开心 想到这 我再次暗骂了一句曾经的自己 这样可爱的女孩 就是被我亲手给弄丢的 林兴航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有些事情应该也不需要 我说的太直白 今天你让倩倩把我约出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可你凭什么觉得你回头了 我就会在原地等你呢 没笑一会 苏罪又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 冷冷地看着我问道 我 我张了张嘴 脑子却一片空白 苏罪地看着我的眼神 也越来越失望 她自嘲地笑了笑 亏我还期待你能说些什么 看来是我高估你了 林兴航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点都没有变 说完 她起身就要走 我下意识地就拉住了她的手腕 你这样有意思吗 不是的 阿罪 你听我说 我连忙摇摇头 我知道我现在不论说什么 你都会觉得我在狡辩 我承认当初我和你提出分手 让你非常的失望 那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不 应该说 不论是以前 还是我们在一次重逢后的那段时间 我的所有行为都让你失望了 但我现在不求你能原谅我 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来弥补我对你的这些伤害 我一股脑地将心里所有想法都说了出来 就算 就算最后你依然是恨我讨厌我 至少我也不想在你心里留下一个懦弱的形象 求你 给我一次机会 可以吗 我认真地看着苏罪的眼睛 像是在等着最后的判决 紧张到连手心出汗也不在乎了 好办上 苏罪才重新坐回到位置上 双手抱胸 姿态高傲地扬了扬下巴 行啊 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就按你说的 给我当牛做马作为补偿 那天之后 苏罪果然没有再拒绝我的邀请 我卯足了金的表现自己 想要趁着这短暂的两个月时间 把曾经我们想做却又没有做成的遗憾 全都弥补起来 苏罪脸上的笑容也逐渐多了起来 相处的时候也不再刻意地对我说些讥讽的话 可我心里却始终空落落的 我知道 虽然这段时间里 我们的关系不在针锋相对 可他仿佛却离我越来越远了 最后一天里 我把他约在了他当初跟我表白的地方 我和他并肩走在大学校园的临间小道上 隔着一间宽的距离 只要我一伸手 就能牵住他 犹豫再三 正当我鼓起勇气伸出手时 苏罪却避开了 于是只能用笑容来掩饰住我脸上的失落 你还记得这里吗 我怎么可能忘记 我一直都挺后悔 当初找了一部跟你挑明心计 不然还能听听你是怎么跟我表白的呢 苏罪像个没事人一样 笑着回道 阿罪 我定住脚步 叫了声他的名字 苏罪 嗯 他不解地转过头 也是在这时 小路两旁的灯光瞬间按了下来 我凭着记忆中 苏罪最后站定的位置摸索着往前走了两步 而后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下一秒 挂在树上的小彩灯 一盏一盏地从路的那头往另一头亮起 在苏罪惊讶的目光中 我缓缓担膝下跪 从口袋里掏出迟到了两年 才出现在苏罪面前的那枚戒指 阿罪 我一直以来都欠你一个表白 今天是我们约定期限的最后一天 我想把它补偿给你 你曾经说过 一个正式的告白 是要从一束花 一句我喜欢你开始的 说着 我像是变戏法一般 从身后的背包里 掏出了一大树香日葵 递到苏罪的面前 阿罪 我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不管是我 还是苏罪 脸上都留下了两行泪 但苏罪没有接过那束花 也没有回答我的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一言不发 我捏着戒指盒的手 不自觉紧了紧 为了不让苏罪觉得我在强迫他 我还是勉强扯出一抹笑来 你不需要有压力 我只是 只是想把欠你的 补偿给你而已 我 刚才我还在想 如果今天你就这么 没有表示地放我走了 那我就真的再也不会理你了 苏罪被过身擦了擦眼泪 然后 才红着眼睛 接过了我手里的东西 林星航 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让人讨厌 对不起 阿罪 你除了只会道歉 只会把我弄哭 然后丢下我 你还会什么 苏罪说着又瞪了我一眼 你讨厌死了 身为一个男人 就只会逃避 他说的对 一无是处的人是我才对 不论是从前 还是现在 一直都是苏罪在努力地往我走来 我眼睛一酸 道歉的话在嘴边绕了一圈后 又被我咽了回去 思来想去 我能说的就只有干巴巴的保证了 你要是不喜欢 我都可以改 你讨厌我什么 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犯了 说的好听 苏罪别过头去轻声嘟囔了一句 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准备的 对 因为你喜欢向日葵 这树花是我早上去花店里挑的 亲手包装的 戒指是两年前就买下来 想要跟你求婚的 只是 不想提及那些伤心事 我连忙转移了话题 你喜欢吗 勉勉强强吧 苏罪举着手里的花上下打亮了一番 我就说你今天怎么一直背这个包 原来是装了这些 所以这些灯也是你安排人来弄的 花了不少钱吧 我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道 其实就是拜托了大壮帮的忙而已 果不其然 我刚说完就得到了苏罪的一记白眼 这花包得可真丑 但她脸上的笑容却出卖了她的真实想法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回家的路上 我看着苏罪的侧脸 终于还是问出了最重要的问题 阿罪 你明天真的要和别的男人订婚了吗 苏罪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仰起头看我 如果我说是呢 你想做什么 难不成你还敢来抢婚 她像是玩笑的话语 却让我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经过这两个月的相处 我能感受得到苏罪对我并不是没有旧情的 在联合之前周倩所说过的话 苏罪一回国首先找上的人就是我 那么她根本不可能见过那个所谓的相亲对象 根据我对苏罪的了解 她不可能会勉强自己去和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所以抢婚这一方案 也不是不可行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她的脸色 发现她嘴角的笑容有些戏谑 忽然想到什么 订婚是假的 对不对 傻子 苏罪扑斥一笑 现在才发现会不会太晚了一些 阿罪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所以你现在还要放开我的手吗 苏罪一手捧着向日葵 一手伸到我面前 我浑身一个机灵 连忙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不放 打死都不可能放开了 那你现在是已经想好要怎么和我爸妈交代了吗 没有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 但我会用行动来证明 我不会让你因为跟着我而受一点委屈的 是吗 苏罪笑了笑 可之前某人不是还为了一份工作 舔着脸来求我吗 提到之前的事情 我脸上顿时一红 还是将实情告诉了苏罪 因为我之前赚到的钱都用来投资了 我这两年和大壮合伙开了一家小公司 经营的还不错 我也存了一些钱 但如果短期内想要凑齐全款 买下那套房子的钱还是有点压力的 所以大壮就给我介绍了健身教练这份工作 上班时间不会和我去公司的时间有冲突 而且那边的工资也是真的高 所以 我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这两年来为了赶上苏罪的步伐 想要证明自己足够配得上它 我可以说是什么活都干过 所以为了钱低声下气什么的 我早就已经习惯了 傻子 那你就没有想过 房东为什么会突然提出必须付全款 才能把房子卖给你吗 啊 我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 那栋房子是我妈妈名下的哦 你见过的那个房东 其实就是我家里的管家 所以 全款买房这个要求 是赵母娘给我的一个考验 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其实早在你答应了 在半年内可以全款买下的时候 我妈妈就已经默认了 我可以回国来找你了 嗯 不然你以为我当初被送出国后 为什么一直不能回来 原来是这样 经过苏罪这么一说 那些我不理解的事情 一下子就得到了解释 我激动地看着面前的苏罪 再也忍不住一把将她抱在了怀里 幸好 幸好真正相爱的人是不会错过的 幸好 多多转转过了一圈 最后在我身边的人 依然是你 全文完